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2月初四第33道答案 世界佛教总部实行考试制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佛教徒寻访到真正有德有道的良师益友 避免走偏路 现在末法时期 为假之师串遍四面八方 而都是打着自己是大圣者大菩萨的牌子行骗 作为初学佛修行的人 由于欠缺佛教知识 对真正的佛法行持更是门都没有入 所以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会上当受骗 可恶的是 邪恶之师还要他们发誓诅咒效忠不便 不准另根踏实 这类邪师骗子情受般仓毒 严重违背释迦摩尼佛教界 因此世界佛教总部为了帮助佛教徒避免上当受骗 只有对真假知识们的程度实行考试 来保障大家 世界佛教总部主席 陆东站法王说 我作为主席实行考试 没有丝毫的念头是为我自己 包括新任主席莫兹尊者也没有私心 我们两个不收弟子 是全心为大家服务 不是要大家跟我们学 只要是高僧大德 你们都可以去医治 我们发现往往以凡夫 充胜冒充大菩萨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兰寇 或者什么寇也没有的人物 一个也没有考上金寇段位 他们不但不是菩萨 连阿罗汉的边都沾不上 没有丝毫盛德的道行、品质 甚至没有一点高僧大德的学士、品德 因此这些以凡充胜之人 才无道无德、乱伦、欺骗 他们就是活脱脱残害众生的邪灵 这类人都是凡夫家骗子 经过总部的经历论实证书面答卷的考试 事实已经证明 平常骗得地质门五体投地的所谓大菩萨 文明小事的大活佛丧师 在经历论考试中却成了精教外行 很多人的打卷风马牛不相及 错误连偏 还须吹自己有胜正量内功 身体好到大力金刚不坏 结果经过考试发现体力衰竭身体虚弱 20-50岁的人还竟然单手拨不起两百磅重的地质上出台 真正内功有道之人 外汉凡夫家骗子虚体病壳 纯属经教修行 法义的白痴 十足的邪灵 这些佛教外行骗子们 还胡编乱说开示 编写刻板 遗害了非常多的人 变得佛教徒们寇头礼拜 勤其供养而依子协修 堕入恶道 致恶劣形势 还在社会上继续扩张 残害众生 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 总部实行考试 是为了服务帮助大家 看清真假善恶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满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20日